主料,土豆500克,猪瘦肉300克,大白菜叶4张,辅量,大蒜,香菜,味其鲜酱油,盐,13香粉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好的食材,土豆,肉切大块,白菜叶子,也切大点,锅内油烧热,加入适量13香粉,倒入酱油,冒泡,迅速加入大蒜, 肉块翻炒均匀上海,迅速加入土豆块翻炒上海,加入一小勺盐,拌匀,黏着锅边倒入适量水,与土豆清瓶,大火煮开,再煮5分钟,再铺上白菜叶,盖上盖子,大火们,观察菜叶扁了,大概5分钟,OK,关火,拌匀出锅,撒上点香菜叶,味道来了,成品,烹饪技巧, 肉先放,容易入味,再放土豆,整个过程都是大火,白菜最后放,因为白菜熟得快,根据自己口味控制后放时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